21世纪后发生几场局部战争,从中可以看到现代战争和过去战争的碰撞。 不得不说过去的就是过去的,完全无从和现代相比较,海湾战争如此,利比亚战争也是如此,过去的作战模式还没有发挥作用,就已经被现代战争的机器摧毁了,对就是摧毁毫无还手之力。 输了这些,只是觉得我国的军事理论也需要更新了,要与时俱进,和时代统行。 我国现用的军事理论是孙子兵法、游击战术、苏联的集团军战役纵深理论等,唯独缺了美军的火控理论。 我们讲的是火力压制,美国人讲的是火力摧毁,不把敌方的火力反击力量摧毁,他们是不会轻举妄动的。 要做到这一点,美军近年来做了很多武器的创新和革新,比如无人机、超高速飞行器、隐形飞机等等。 我们不禁要问,为什么每次革新都是美国先出,我国只能在后面一步一去呢? 根本原因是理论没有更新,守着旧的理论,怎么可能去创新呢? 比如孙子兵法所说的实则为之,贝则攻之,在现代战争中可能失去了意义,现代战争是超视距远程攻防,如果人数少的一方却有先进的远程攻击武器,人数少的一方反而占得先机。 以色列就是活生生的例子,我这里讲的不是维武器论,我讲的是理论要更新了,最起码火控理论的比重要加强,远程攻防的理论要加强,进程攻防的理论要减少,远程的防御是数据传播防御,太空侦测防御,远程导弹系统防御和以前的人员,火力,地形完全两码式。 如果军事院校还注重讲那些进程的理论,那培养出来的指挥人员如何去应对现代战争的问题,尤其是高级指挥人员,如果不患脑,将来必有后患,远的不说,就说自卫反击战,掀起在地形,敌军不防,火力配置都不清楚的情况下,仍然运用穿插包围,集体冲锋的战术,结果伤亡惨重,教训了。 高级指挥人员因寻守旧,必定随兵折将,后果严重,现代战争是体系战,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的较量了,是科技、航天、经济等各方面的综合战争,所以现代战争的参战人员更加广泛。 有个看似不相关人员发一个定位,可能暴露了重要的军事情报,所以防御不单指人员,火力的防御,也包括信息、网络等防御。 综上所述,军事理论的颠覆性改变刻不容缓。 现代战争要用现代理论来指挥,本帖发自手机铁血网,围观热点军事动态,上手机铁血网,MTX.NET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